Hello Hi 我們今天講磁車局 今天為什麼要講磁車局呢? 因為原來有很多客人都不知道什麼 但有些客人看過我們的影片 我最近收到好幾個客人打電話來 就說我想買藍色眼藥水 然後我第一次不切了 什麼藍色眼藥水 然後想想磁車局的純道 因為我們之前有拍片介紹過 它的用法或者功效 所以人們記住它的功效 就記不到它的名字 就打來問了 這東西是磁車局的花 這東西是磁車局的花 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很漂亮 這個花有個花羽 就說磁車局的顏色 剛才不是看到藍色嗎? 就是一個小味人魚的眼睛的顏色 它的眼睛是藍色 所以這個產品跟眼睛很有關係 而且它這個花羽是對它幸福 用了不知會比較幸福 是 那繼續說眼睛吧? 對 和眼睛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關係呢? 我們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它其實是一個可以被譽為天然的眼藥水 其實應該市面上不是那麼多唇膏 是可以讓大家直接噴入眼睛 對 使用到眼睛上 可能你說陽金谷 或者一些抗敏保濕的一些唇膏 可能都會建議大家可以濕敷在眼周 但是真的很少的唇膏 建議大家可以代替一個眼藥水的功能 直接噴入眼睛 甚至是可以沖洗眼球 其實它是超溫和的 所以跟眼部很有關係 這個花 我們最初回到刺車谷順路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們是有很多濕疹的客人 因為他們很慘 他們一發濕疹的時候 如果他們是在面部發 他們很容易眼睛會紅、會腫、會癢 不知道怎樣可以幫他們舒緩 因為他們可能用藥也不行 他們想找一個舒緩的方法 發現原來用刺車谷的花水來深敷 就有效幫他們降少少紅 或者降少少痕 那就不太辛苦了 還有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歐洲醫學證明 刺車谷順路可以舒緩眼部的疲勞 還有眼部的壓力 眼壓壓 其實是對眼睛是很好的成份 剛才說的 例如眼部幾乎大部份的問題 可能是黑眼圈 或者是眼部浮腫 這是外圍 眼睛很累 紅筋很多 眼睛很激 甚至乎有東西進入了眼 又或者 例如日常常化妝的人 會畫眼線、蜘蛛 有時射妝 射除了表面 可能你不知道會不會在卸妝的時候 也會推到眼球附近 例如有眼部不適的時候 都是很建議大家 用眼齒車谷的順路去清洗眼睛 或者深呼眼睛 或者你可以直接噴入眼睛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 有時對電腦很長時間 眼睛很疲勁 我們有時在這裡 都會這樣噴一下眼睛 舒緩一下 它完全不會有任何刺激度 它是很溫和很溫和的 加上為何推薦給皮膚敏感 濕疹的朋友 其實你會不會不死 是用這枝玫瑰的唇腦 而不是 融合的唇腦 是用來做眼睛附近的 其實是整個面都是可以用的 因為它除了剛才說的 對眼睛很好的功能之外 它都是一個有保濕度的唇腦 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你鋼的高溫 降高溫是真的 例如有發燒 它可以幫你降到燒的溫度 加上皮膚容易敏感的人 經常會紅紅種種 發滾 其實都很適合 用來測試面部周圍的皮膚 加上現在的天氣是熱 最近這幾條影片 我們都在這裏說 很熱很黏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舒緩保濕的噴霧 這條影片的重點是 紫車菊的唇霧 同一個品牌 同一個系列裡面 還有一個面霜 就是紫車菊舒敏保濕面霜 它裏面都是有落到最好比例的成份 就是刺車菊的唇露 還有植物油的成份 加上植物的碎翠等等 都是用來保濕和舒紋的 這個質地 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也是一個不會黏黏的質地 但是是夠保濕 夠濕疹和敏感皮膚的滋潤度 因為濕疹和敏感皮膚 其實它需要滋潤度 它不是只要醉水的那種 因為它很多時候 你起敏感或者濕疹的 你的位置會很乾 加上會粗糙 會癢 所以它是一個舒緩保濕的面霜 想推介給這方面有困擾的朋友 下星期我們會有優惠 因為我們公司三周年 這個月底 大家留意著 我們下星期在Facebook會發出 有什麼就inbox我們 好 拜拜